火车上出现劫匪 女人赶紧取下之前的首饰 劫匪眼疾手快 一把扯下女人还没来得及摘下的项链 另一名劫匪色心大气 拉着女人就要走 你干什么东西都给你们了 你放开我 车上的人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女人被带走 面对劫匪的威胁 他们都选择交钱保密 老孙也不例外 因为他要将富二代徐天安全地送到上海 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所以他也选择西市宁愿 主动让徐天配合劫匪搜刮财 徐天看着眼前无动于衷的老孙 他决定自己去讨回公道 可劫匪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随即吩咐手下把抢来的女人丢下着 放在那向他道歉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 眼见徐天还要说话 劫匪不耐烦准备动手 并且表示自己受人之托保护徐天 眼见老孙也是个不要命的主 劫匪有点欺虎难下 并且老孙表示自己只是路过这里 他们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复仇 最终劫匪妥协跳车离去 老孙赶紧查看伤口 还好腰间的金条替他挡住了子弹 而这一幕却恰巧被徐天解救的女人撞见 没想到他竟恩将仇报 将这件事宣扬了出去 回到座位的老孙告诫徐天 接下来不能再一起用事 可徐天一心只想着自己被拿走的皮夹子 里面有他未婚妻的照片和一封信 这是他和多年未见的未婚妻相认的唯一方式 这也是他去上海的目的 所以拿回皮夹事在必得 就在这时 看着老孙粗壮的手指 他不敢再多说下去 随即老孙两人就跳车寻找劫匪 而老孙早已从劫匪的枪支和鞋子判断出 对方是从部队偷溜出来的士兵 所以想要找到他们 只要找到萧赃的窝点就行 与此同时 正准备萧赃的劫匪也遇到了麻烦 就这七块钱 再加上这些 您才给五十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抢啊 没想到林元购遇到了抢买抢卖 一袋子的东西掌柜只给五十 两人听完想离开 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 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 抢买抢卖了 眼看局势微妙 吕哥赶紧出来打圆场 六十 好不好 掌柜也不生气 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 知道 当然知道 来者不倔 三上通队 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 你们的东西 也不是谁都敢收 最终两人以五十元的价格 把东西都卖给了当铺 与此同时 老孙两人也赶到了村子 刚一进来就看到了两手空空的劫匪 意识到对方肯定早把东西出手 两人赶紧来到当铺讨要 他们前脚刚进 火车上那个被抢了金表的男人也跟了进来 老孙没有理会 掌柜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一时间不明白对方到底什么意思 别想了 东西收进去总有吐出来的时候 哪有止尽不出的什么 眼见掌柜被唬住 一旁的男人赶紧插话 这块手表金的 我们一起的 掌柜拿来皮夹和金表 分别要价十块和五十 十块 不讲价 忘了跟你说了 没钱 掌柜不愿再理会这个大傻子 而一旁的男人觉得不够钱赎表 干脆就做个好人 帮老孙把皮夹赎了出来 十块 拿去 之后几人找了家药铺给老孙看伤 眼见一副药剂药收三块 老孙扭头就走 徐天赶紧出去阻拦 男人则趁机下药 随后表示自己十块都出了 再出三块也没什么 两人真以为遇到了大善人 老孙将中药一饮而尽 随后就到李屋检查伤口 没想到刚一躺下就昏了过去 大夫慌乱地指挥着徐天过来救人 而男人则趁乱将金条偷走 随后再次来到那家当铺 以五成的价格把金条荡了出去 男人刚盖上手印 气不过的驴哥两人冲了回来 要求报告 要五百给五十打钱啊 我们才是打钱啊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驴哥倒在了枪火下 一旁的大壮剑撞直接冲了出来 随后赶到的老孙取出男人手上的荡条 可掌柜不愿让我 毕竟双方都以签字画压 没想到掌柜却表示自己做不了主 让老孙明天等当铺的老大过来再说 老孙为了确保金条顺利拿到 他找到了精通炸药的老战友老黄 第二天一早他先找到当铺的老大 这种小事老大本不想理会 在这里还没有人敢和自己这么说话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 记好原样还给我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我又是不给呢 周围的小弟听到动静全都赶了过来 你什么人啊 我姓孙 你归姓 我姓吴 他们跑车打砸的做不了主 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 老孙的这话显然刺激到了老大 因为闽西的本家姓吴 而老大姓吴 这一直是他心中的词 你大嫂 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没一会 老大就带着小弟们浩浩荡荡地离开 只留下老孙两人被半挂在空中 这里的人显然也不敢 因为这两个外地人得罪瑜伽 眼下他俩必须自救 好在此时 老黄带着帮手赶过来 为了确保任务能完成 老孙要先了解老黄带来的两人是否可靠 老黄自称一个是和自己共过室的兄弟 一个是自家的远房亲戚 老孙一把拉过马天方的手 看着对方手上的老姐 他知道这家伙肯定是个练家子 随后继续试探 看着对方一气呵成的动作和坚定的眼神 老孙同意他入国 徐天想要对方先报价 几人一拍即合 老孙开始说今天的计划 随后开始分配任务 把天方和老黄去当铺摸清保险柜的位置 蛮子去当铺四周观察情况 天黑后 抢劫计划正式开始 先让老黄三人在当铺后面燃放炸弹 而老孙则自己敲开档铺前门 干什么 取东西 天都黑了 黑点 黑钱 取三根金条 老孙则自己敲开 老孙掐住伙计脖子 一脚拆开柜台边门 丸子冲进来一顿搜刮 东西放在哪里 你们找死 谁让你开枪打人呢 东西呢 东西在保险柜 与此同时 帮会成员听到动静打不过来 一场火拼开始 眼见保险柜炸开 丸子赶紧过去抢钱 老孙赶紧把金条藏好 可就在他们准备从后门逃走时 却发现已经被堵住 丸子从边上一个策反 轻松解决一个 马天放也跳上枪头压制住对面 老孙想要扶起老黄一起走 老黄的腿也在刚才不慎被炸断 老孙费力地将老黄拖上墙 蛮子也在上面搭把手 没想到蛮子见前掩开 放弃了老黄抢走了老孙手上的金条 眼见蛮子抢钱逃跑 马天放赶紧拦住他 蛮子反手就是一刀 随即逃离了这里 而老黄自知自己走不了 死定了 老孙 你快走啊 黄腿 你要是不走的话 连你一起炸了 随手就把自己的钱带交给了老孙 走啊 最后自己死死拉住两个敌人 多年老友因为自己死在眼前 老孙满是自责 可眼下局势容不得他悲伤 蛮子 往哪跑了 那边 为了追回被抢走的金条 老孙先让徐天去稳住胡满 而他则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可他却不知道当铺老大吴达早已埋伏在此 并且已经制服了胡满 在老孙看到被五花大绑的胡满时 情急之下他单枪匹马就要进屋寻找徐天 拼着重伤解决了两个守卫后 老大吴达走了出来 眼下徐天被抓 自己也身受重伤 老孙只能服软 可吴达却觉得老孙并没有和自己谈判的资格 你抢了我的铺了吗 先是你们明抢 道理讲不通我才抢回来啊 朋友 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老孙莫名的自信 让得吴达开始猜疑他的身份 兄弟你谁的人啊 郭旅长 让记熊子俩 不要猜了 猜到了 吓死你自己 吴达也不甘示弱 老孙继续激怒吴达 老孙继续激怒吴达 老孙决定在天最后一把 光脚引领的 现在没人知道 敢不敢喊一声 你吴达是鸣西鱼姓的主子头人 不敢吧 本来就不是 装成事也没有用 看家护眼的狗 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眼见吴达就要举枪射击 老孙立马推开挡箭牌逃离 气急的吴天当即追了过去 剩下的手下准备带着胡满 和徐天一起返回据地 没想到胡满撞开竹门逃跑了 现在只剩下徐天一人被带回去 跑了一路的老孙早已精疲力尽 看见目的地就在眼前 他艰难地爬上自行车朝着山下冲去 在历劫之前赶到一个叫当华楼的地方 老孙拼命地叫喊着房门 身后的吴达也正在一步步靠近 好在此事门开了 老孙强自意志住疲惫 你好啊 我找余一秀 眼见对方不理他 老孙只能自己走了进去 没想到寨子里完全与世隔绝 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 老孙用最后的一丝气力大喊 余一秀 我找你说事情 就在这事吴达走到他近前 我找你主的说 枪收起来 说完之后老孙就混了过去 等他再度醒来时 身上的伤口已经处理好 而他也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余一秀 久居桃花园的余一秀和徐天相谈圣欢 答应保住他们性命 可吴达却是不同意 这两人如果不死 你会免兮 再没人给面 没你说那么严重 事情总同说你能够做 可自退以后就好了 可吴达却不同意 他这一次不仅要处死徐天两人 更是想借此机会弹劾余一秀 担任明熙真正的头把交椅 随即就准备去召集各债罗汉表决 在他走后于一秀问徐天 为了三根金条 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止 谁动金条就动谁 金条在哪里丢了就在哪里找回来 我告诉你 你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是什么 看了看掩掩一息的老孙 徐天换了一种方式解释给余一秀 大苍千冠二一年 王玄策做文书证事 出示天主 天主我知道 印 碰上天主国内乱 财务被抢 是传三十人 全部被杀 王玄策没有脸面 回大唐 一个人翻过喜马拉雅山 找吐蕃王借兵五千 一个是陈兵策的剑 就凭两句话 人从大唐来兵施大唐借 喜马拉雅山翻回去 王玄策一个人 灭掉天主国 还兵吐蕃 千里走回长安复命 余一秀也被徐天的言论所打动 就在这时罗汉齐聚 余一秀赶紧让三爷检查老孙伤情 眼下老孙伤情严重 三爷表示 只有三个小时赶到三百里外的腹中 找到西医做手术才有一线生机 徐天苦苦哀求余一秀开车将老孙送过去 可余一秀眼下有更重要的事 看着众人不紧不慢地投着票 担心老孙安危的徐天急得上蹿下跳 可众人对他的咆哮却是置入网 什么面子不面子 这人都要走来不及了 并且此时票数已经获版 也就是说他和老孙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眼见众人退去 老孙这才贪软在椅子上 鲜血也已染红了地板 老孙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 余一秀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他先让割债主进来 随后宣布自己愿意用寨子当家人的身份 换取徐天一条命 而门外老孙也在和徐天做着最后的交代 其实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徐天热血天真的样子 让老孙想起了自己早已夭折的儿子 最后老孙孤身走进屋子 为徐天换取那一丝生机 随着一声枪响 老孙已经倒在血泊中 有人说这是抗战版的西游记 作为唐僧徐天初代守护者的老孙 因为一句诺言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换取徐天安全 哪怕真的应验了他之前说的话也无悔 路一步一步地走 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为了让徐天可以顺利吸血 此前更是托付于先生 将金条送还给徐天 两人找到当铺索要金条 因为他们觉得吴达抓到胡门后 会把金条送还当铺 可因为家族生意都是由吴达出 掌柜根本不认识于一秀 看着对方递过来的挂火 你快去 你再看看 您走一眼吧 崇祯孙女一贯走 离现在三百多年 一贵 眼见掌柜不耐烦 于一秀说这是于家出带头人传下来的 掌柜一时间摸不清对方身份 你贵姓 免贵姓 你秀 随后于一秀拿出单据 想要取回金条 你要真是于先生 您就别为难我 手下人办事 不规矩 岂也会生气呢 并且表示这里并没有金条 于一秀想要自己进去查看 可掌柜的却死活不让他进去 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郭副官的人走了进来 掌柜二话不说就开门放了人 于一秀也一脸疑惑地跟了进来 这里连自己这个当家人都进不来 他怎么可以如此随意地出 并且进来之后 拿着钱箱大摇大摆地就走了出去 眼见众人不为所动 还是徐天自己跟了出去 随后一把踹下郭副官手上的钱箱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眼见徐天落入下风 于一秀手下过来一脚踹晕了郭副官 醒来后的郭副官也不管一旁的两人 直接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而柜台里的于一秀 看着当铺里的账本拿出祖传的玉佩 这下掌柜的才真正相信了于一秀的身份 你是于先生吗 于一秀并没有理会他 拿起当铺的账本和地契就离开了这里 随后召集了所有村民 要不是走出厨房 我不知于姓以为虎作昌 行万里路啊 十里见伪道啊 三阵三西的钱 这么多的钱 三战有一半都已经姓于了 其他地方也一样了 可这里的村民早已被欺压惯了 没有一个赶上钱 随后将钱箱摔在地上 眼见有一人动手 村民们全都涌了过来 最后他又不顾掌柜的百般阻碍 烧掉了所有的抵押证明 就在这时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得 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得 洗些东西 一会儿我帮你烧 你还要去上海 老孙没了 今天我没了 我怎么去上海 走着去啊 都把烧完了坐我车去 这是军阀最喜欢玩的游戏 他将八斗放在徐天脑袋上 这头八斗掉出来 他死瞧瞧 老头听到这话急忙说 自己之前才给郭副官看过 留着自己还有用 不像是开玩笑的呀 随后他又来到于艺秀身边 可多年足够出步的于先生 坚持心中的证明 五年没出门 老法还在吗 于先生大骂军阀 暴虐无道祸国殃民 随后拿起地上佩刀 准备割开徐天绳索 没想到意外将头顶八斗掉落在地 巨大的枪声把徐天吓一套 天平直接掉落在地 都以为我开玩笑了是吧 之后郭副官又找到新的乐趣 于先生 不要同我讲道理 人有的吃 有的喝 就是道理 眼下江山群雄歌剧 于先生心中的天下大同 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 踏实瞧瞧 掌柜苦苦哀求郭副官放过自己 可郭副官却觉得地气和房本都被烧 钱也被老百姓拿走 掌柜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随后没拿吻八斗掉在地上 掌柜自知在劫难逃 他决定自己站着死 拿起佩刀直接抹了脖子 郭副官觉得没意思 又换了一个更刺激的游戏 余先生不愿妥协 直接踢开桌子 没想到郭副官也不生气 本以为自己可以狠下心为老孙复仇 可他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郭副官刚想发作 就被手下叫走 随后就把两人带回了军营 七步之内到底是刀款还是枪款 男人直接给出答案 出完恶气的胡蛮刚想离开 就被军阀拦住 原来马天放是国民政府的 他把胡蛮吊在树上询问警察下落 可胡蛮一口咬定金条被自己输光 马天放一把推开胡蛮 任由子弹在胡蛮眼前来回穿梭 最终胡蛮抵输住压力 说出金条被于七叶拿走 很快七叶就被带了过来 七叶是吧 好 金条在哪 没没 双膝当铺接走那三个 上面是子弹划痕 你怎么知道 接的时候我在 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胡蛮说你拿走了 熊子亮 国内长那边 每个月经文书送过去的 金条 医院要多少 区区三根金条 你太瞧不起我了 看到七叶的表现 马天放向性金条不在他手中 可三根金条不会凭空消失 于是他们来到七叶之前抓获胡蛮的地方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胡蛮事先藏好的金条 放回去 为什么 等哪样的徐天自己来拿 本来马天放响一路尾随徐天到上海 顺藤摸瓜找到共党接金条的人 眼下这一切都被七叶破坏 他必须想办法让徐天顺利拿到金条 于是他来到胡蛮身边报了摔头之仇 之后把胡蛮带到了牢房 让他把金条的消息告诉徐天 果然没多久 徐天就被郭副官带了过来 紧接着两人再配合演了一出戏 顺利地将金条的消息传递给了徐天 没多久几个军人要带走于先生 他以为自己要被处死 可没想到他并没有被枪毙 而是被带到了七叶这里 可于先生却对此失之意 随后在合组人道别后就想离开 可七叶却是拦住了他 吴达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宣谢之前于先生骂他是狗的愤怒 他要践踏先前仰望的偷人 宣示自己的主权 可于先生却表现了很从容 余先生就这样 在别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中爬了过去 吴达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喜悦 他现在还是那条狗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罢 反观于先生此刻的他没有屈 尊严和性命都已无所谓 他已放下了过去的一切 终于可以自由地在这天地间翱翔 他大步地朝门外走去 和旧时代画上了句号 他回到了坚硬 他想要带徐天一起去上海 这时徐天刚好被带去执行枪阻 而这一切都是马天放的计划 他要趁此机会放走徐天 可胡蛮却是一眼看出了马天放的想法 胡蛮一边说着一边偷偷搁着绳索 眼看要到地方了 徐天一个侧身撞倒守卫 胡蛮趁此机会跳车逃跑 徐天也跟了出去 后面赶到的余先生准备捉弄一下徐天 于是特意没带他上车 很快就追到了胡蛮 没想到胡蛮一个被摔 直接抢了车离开 第二天两人来到藏金条的路 没想到胡蛮早就先他们一步取走了金条 随后他们一路跟随地上的车太硬 找到了镇子上 两人决定分头寻找 没一会徐天就在一家赌方 找到了于先生的车 而进去之后 却发现于先生已经连赢了十来把 并且得知胡蛮将车子抵押给了赌方 人早就去了县里最大的宝具 现在收手刚刚好 可于先生觉得光靠双脚很难走到县里 他想要把车子引回来 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 赌外边我的那辆车 于先生这次是赢了 可赌方老板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让他离开 钱你赢了 车我也给你送过来 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 就让你们这么走了 我这宝具就不用开 于先生准备以酒赔罪 喝一口 一笑名安朝 这酒里有毒 我瞎了 没想到于先生却是丝毫不锁 拿起剩下的半壶酒就喝了下去 随后就晕倒在地 眼见老板要走 徐天逼问解药下路 一二手之腾 倒不容易 老板也被徐天这架势唬住 说出了解药的配方 徐天不顾手上的巨头 背着于先生就去寻找解药 他是闽西最大帮派的当家人 为了一句承诺也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 毅然决然地离开多年未出的家门 拿过老孙的接力棒 带着徐天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路上 他尝到了三月最鲜美的季菜献馄馄 见识到了他们家族为虎作仓 将附近村落的钱财搜刮了大半献给军阀 他仗义书才不愿家族再蒙受着恶名 有冤不敢生 有怒不敢言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 你们越是怕 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 他想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早已腐朽的世界 来拿呀 拿呀 可面对那些手拿刀枪棍棒的军阀 他也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侥幸逃过一劫后 面对下属的挑衅 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下属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宣泄之前于先生骂他是狗的愤怒 他要见他先前仰望的头人 登上自己的王座 可于先生却表现得很从容 腿分开 再分开一点 于先生就这样 在别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中爬了过去 吴达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喜悦 他现在还是那条狗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罢了 反观于先生此刻的他没有去 他已放下了尊严 放下了过去的一切 终于可以自由地在这天地间翱翔 他大步地朝门外走去 和旧时代画上了句号 自此之后他活明白了 之前感觉自己四十一年全都白活了 人生两件事情最难放下 尊严和信任 如果尊严可以不要了 那信任也就拿得起放得下 苟且偷生也可以 转身赴死也无妨 此刻他心中所念 只有帮助徐天找回金条 一路追踪偷了金条的赌徒 吴蛮来到赌场 可他一个文弱书生 怎么会是胡蛮的对手 就算被打倒在地 他也死死抓住胡蛮一脚 随后就被胡蛮一脚踹晕 胡蛮走后 他看着水中里狼狈的自己 他本是受众人敬仰的于先生 现在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他必须要帮徐天找回金条 他和徐天做了最后的道别 做完道别 他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堵桌 他要从胡蛮手中将金条引回来 甚至用自己祖传的挂盒兑换筹码 于先生 庄稼同吃床陪你盯老我干啥 从双溪到福田 从闽溪到这里 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 我不盯你我盯谁 你会不会躲 开 他和胡蛮于死网破筹码全部输光 血腥上头的胡蛮要拿命 我打了两枪 不死了 换你一块大的 赌场老板也不是被吓打 直接连开两枪 随后把枪递给胡蛮 朝自己脑袋开一枪 我这四块大马都是你的 胡蛮还是没能战胜心中恐惧 于先生拿过桌上手枪 我和你也赌一赌命 算了吧 命可比钱重要 做人不知足 上一脚在天堂 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 从前活在地狱 以为天堂 现在就算去了天堂 跟地狱也差不多 他给弹夹又添上一颗紫然 原来先生是不想活了呀 想 想是想的 但是硬撑过别人了 要拿回三根筋条交给徐天 现在是两手空空 活着 别道理 喝下最后一口上路酒 随后依然扣动了班纫 徐天在埋葬了鱼衣袖之后 接过赌方老板递来的金条 独自坐上火车前往上海 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青涩懵懂的少女 面对陌生人的搭讪 他时刻保持警惕 眼见对方只是个江湖骗子 徐天不愿多做纠缠 直接起身离开 就在他路过另一节车厢时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马天坊 回想起马天坊一路上的行为 他觉得对方肯定也是冲着金条来的 那一刻他眼中杀意净险 可下一秒 他掩藏情绪 像朋友一样和对方 做一起心平气和的聊天 徐天跟马天坊吐槽 自己只是个去上海 找未婚妻的公子 护送金条的老孙死亡 现在金条在自己身上 他不知道就算自己到了上海 这金条该怎么处理 听到这话的马天坊也不再掩饰 现在马天坊自己跳了吗 接下来的陆徐天必须要带着自己一起 只要他能帮助自己引出共产党街头 这一切也就彻底结束了 得知真相的徐天掏出手枪 弄死你 我爱吃的 可在他开枪之前就被马天坊的保镖一把按住 虽然他成功击毙了保镖 但他的肩膀也挨了一枪 随后他准备射杀马天坊 却发现枪里没了子弹 他赶紧捡起保镖手枪 马天坊掉头就跑 面对车厢里嘈杂的人群 徐天不敢贸然开枪 很快马天坊跑到列车头 拉下手杀 这才逃过一劫 火车停下来后 身受重伤的徐天昏迷 马天坊赶到他身边 随后就把徐天送到了当地的卫生所 一个长得很像法师的警长 给马天坊介绍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 张医生 怎么样了 眼见张医生不说话 警长继续说道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 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 马天坊不愿听废话 直接询问警长张医生的情况 马天坊还是不放心 之后来到徐天身边 看到金条还在 这才放下心来 马天坊警告张嘉义 不要把徐天的事说出去 那有人 此地不就是你二位在喝酒吗 你是水位不认的 喝酒吗 喝完凉 擦干净 就什么都没了 苦等了十几 熬死了两个隐蔽 张医终于来了 这一次他不是瘸子 也不是警察 而是成了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医生 并且这一次他圆了北爱市小猛的梦想 和鸦鸦饰演的刀美凤结了婚 可在哪里都少不了基于鸦鸦美色的男人 小珍的警长就是其中一位 他总是想尽办法 去张医生家里喝酒 只为能多看美凤两眼 老张哪会不知道这家伙的花花场子 直接以家里刚生小孩不方便唯由拒绝 警长真想喝酒的话 他可以做好饭菜端过来 就在这时 马天坊发现徐天竟然不见了 他立马带着警长四处寻找 原来徐天趁他们聊天时 混进草料车逃走了 离开警局后徐天跳下马车 可他因为伤势破终 晕倒在河里 就这样被顺水冲走 与此同时 下游的两个村因为饮水问题发生矛盾 眼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刀美兰突然出现制止的冲突 村上的人都受过张医生的恩惠 所以大家对刀美兰一家都很尊敬 其实我把话放着啊 从今天起 不管是东堂还是西堂 哪怕是把脑浆都打出来了 我们家也不管 就在这时 徐天顺的溪流被冲了过来 村民通过徐天伤口的包扎方式 确定这是张医生的病人 傍晚 张医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贤惠的妻子早已做好饭菜 孩子也甜甜的进入梦乡 直到他发现了桌子上的金条 还有地上躺着的人 他知道自己平静的生活将被打破 妻子告诉他 徐天是村民们在河里发现台道的家里 眼见张医生不说话 妻子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事 我是不是 张医生赶紧宽慰妻子 事情没多大 还有见识不究的道理 可妻子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有问题 到底有多大 他软转地告诉妻子 徐天可能是共产党 眼下警长正在四处找他 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 必须尽快把徐天送走 随后张医生把徐天安顿在骨仓里 给他留下了一些退烧药品和食物 就准备离开 张医生没有 没有说话转身离去 一心只想过太平日子的张家义 只要将徐天交出 他就可以继续和老婆孩子平淡地生活下去 可他心中的良知还在 他知道什么才是真的 所以纵使有再大的风险 他也毅然决然地救下了徐天 与此同时 警长等人从村民口中得知 徐天曾被刀美兰等人从水中救起 当即浩浩荡荡地就赶往张医生家 询问徐天的下落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 等着嘉义回来给看看 我生活的功夫人家没了 把天放听完当即就带着手下出去寻找 警长留在这里等张医生回来 一想到能和刀美兰独处 法师心里乐开了花 美兰啊 我这个人吧 一喝多酒 就感觉是腿身的筋就 没地步用 来 来你摸摸我肌肉 摸摸草原的汉子 硬邦邦 就在此时 张医生刚好赶回来 胡静长平时连肌肉 哦 果然硬邦邦 警长询问张医生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 搞了一坛老酒 本来说明天要拿到卫生所陪您喝 现在喝 几杯老酒下肚 警长再出骚话 你小的命是真好 这么好的老婆 那 怎么去 就在这时 外面来了一个村民 张医生开始心不在焉 因为在他送完徐天回来时 遇到过这个村民 害怕徐天行中暴露 就在这时 马天放又赶了回来 随即就和村民聊了起来 本就对张医生 有疑心的马天放 当即就要带着村民 到草料房看了 而在他走后 张医生一杯 接着一杯地灌着警长 并对他表明自己的立场 美兰就是我的天 什么人都没有他重要 不为了一个不相安的人 我把老婆儿子给打进去 那我不划算的呀 我这么讲你明白吧 而早已久经上头的警长 却没回答 要是再多一盘炒天机 就好了 张医生当即表示 自己马上去准备 没议会警长就昏睡了过去 张医生赶紧嘱咐妻子 放门不要管 酒菜 他都不要管 之后自己快速赶往草料房 而马天放则先 他一步赶到了这里 可推开门后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通过质问村民后 他才得知 村子里有两个草料房 西藏也有草料房 而此时张医生也赶到了草料房 打扫完现场之后 带着徐天离开 将徐天转移到自己的地下室 没多久 马天放姗姗来迟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可他却在地上发现了一块肉片 另一边 酒菜的警长被孩子的啼哭声吵醒 刀美兰小跑进屋给孩子喂奶 此时四下无人 本就对刀美兰贼心不死的他 心中产生了一丝想法 好在此时马天放党了回来 打断了准备施法的警长 之后更是责备警长没有看好张医生 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 看中张医生 本就一肚子邪火无处释放的警长 听着马天放的苛责 你让我留 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 就在此时 张医生提着一带田鸡婚 马天放赶紧询问张医生去哪了 我说 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是吧 眼见张医生有正当的理由 马天放又走进了屋子 拿起桌上的肉片藏了起来 随即就离开了这里 可张医生却是丝毫没有放松戒备 眼看妻子满脸忧愁 第二天一大早 张医生开始安顿妻子 果然当天中午 马天放就赶到了张医生的诊所 开始询问张医生一些过往经历 可张医生却说自己现在只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张医生听完吓得站了起来 张医生听完吓得站了起来 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不是 谁呀 徐天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好 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你你你不要跟我讲 我不认得的人 我要知道他是谁 个做什么呢 听一下 马天放将徐天的身份都说了出来 原来徐家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资助共产党 六年前徐家老大和老二都已被处决 现在徐家只剩徐天一根毒苗 他就是铲除徐家的关键一环 张医生听完苦苦哀求马天放 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马天放见他明顽不灵 张医生 这让他没什么好运 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我没人 不是 好不好 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了 你把我的人藏了 然后你做老百姓 合适吗 眼见无法抵赖 张医生只好说是自己送走了徐天 马天放置问张医生这样做的理由 我就看他可怜 你送走了 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 我就是一时糊涂嘛 我 我错了 我就是给他送走了 可马天放显然不相信 前辈 大家都是明白人 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那怎么 那您给我讲讲 怎么样才是 才是 有意思 与此同时 被藏在地窖的徐天 却在这里发现了张医生的秘密 人不给我 别弄你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听到这话的张医生脸色一沉 抚摸着妻子亲手给自己做的饭菜 张医生再次放低姿态 我求你 我行 迎接他的却只是马天放的嘲笑 原来光棍一条多好 偏偏要娶妻 生儿童 张医生只能无奈地叹气 随后起身拦住马天放 把天放直接挥拳打过去 可却发现自己不是对手 他拿起饭盒直接丢了过去 看着老婆做的饭菜散落一地 张医生彻底怒了 直接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他脸上 随后将他拖到了地下室 徐天一看到他就怒火中烧 直接举枪射击 没想到枪法太差 这么近都没打中 最终徐天还是忍了下来 随后他配合张医生将马天放掉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张医生让徐天赶紧带着东西离开这里 剩下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眼见徐天愣着不动 在徐天走后 张医生取出手术刀 随后张医生拿了一个盆 马天放拼命挣扎 就在这危机时刻 听到这话的张医生冷静下来 门外的徐天也走了进来 徐天觉得马天放说的不是实话 情急之下马天放将所有事情都讲了出来 之后张医生让徐天守住卫生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他自己要先去确认妻子安全 张医生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当到家就碰到了过来寻找妻子的忽兰 好在妻子听了自己的话去了陈虎家 可忽兰却觉得张医生这个点赶回家有点奇怪 马天放让我回家里面带你老婆 他自己先去卫生所 你没看见吗 得知老婆安全的张医生 想要蒙混过关转身离开 却被忽兰让手下拦住 张嘉义 你果然有问题啊 就在此时 去陈虎家的妻子因为忘带去别人家的礼物 又折返了回来 妻子知道丈夫肯定遇到了麻烦 在将礼物递给陈虎后 她返回丈夫身边 事情大吗 本来不大 现在有点麻烦 妻子非但没有责怪法宽慰她 没事的 我本来就是跟着你 从北到南 这就够了呀 你看 现在还有儿子呢 张医生再一次求饶 求求你 偷偷你家 放我们一家人一条火路好不好 我要带着老婆儿子远走高飞 这样你也好交代 忽兰不理解 家不要了 老婆儿子在哪里 哪里都是家吗 可忽兰还是觉得放他们走 自己不好交代 张医生也不想给他添麻烦 直接一把火点燃了房子 香脸香签这么多年 你没少在我们家吃肉 没少在我们家喝酒 咱们就不敢给几分剥免 现在人走 家没了 我们一家伤口 一辈子不会吸他 这样是不是夹得过去 她本是一个海外归来的贵公子 为了护送金条和见心爱的未婚妻 一路辗转从南阳赶往上海 开始她只是个不安适适的公子哥 直到她见证了以生命为自己践行的老孙 为了帮自己夺回金条毅然赴死的余艺秀 她也就此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干革命 就是为了让普通人 过上平等 安稳的日子 这是我们的中心目的 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 要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做霍国殃云的事情 你们才是 没有人性的费得 面对外面重重包围的机动队 她没有退锁 心中只有自己答应张医生 不让任何人进卫生所的承诺 她在美善窗子下都放一把枪 随后向外面胡乱开枪 制造屋子里有很多人的假象 南洋从小到大都像一场梦 从遇到老孙开始梦醒 现在彻底醒了 现实原来这么痛快 如果杨氏和我在一起就更好了 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就算死在这里 一辈子 也没有遗憾 连番的射击让得本就美好的伤口 不断往外渗险 屋外的人眼见屋内没了火力 赶紧吩咐手下疯狂射击 稍作休息后的徐天再次投入战斗 他已经做好了死在这里的准备 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 我在这间没有熟人 全中国也没有熟人 死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去 就在机动队准备冲进去时 张医生竟然赶了回来 原来几分钟前 忽然警长看着为了不连累自己 不惜烧毁自己房子的张医生 他还是没能狠下心 放了两人一条生路 可张医生在安顿好妻子后 转头就准备回去救徐天 机动队不顾张医生阻拦闯了进去 没想到里面的徐天竟然用马天放当盾牌 威胁机动队不要轻举妄动 张医生也趁此机会进了卫生所 看到他的那一刻 徐天仿佛吃下一颗定心丸 张医生让机动队先出去 自己留下来和马天放谈判 张医生让徐天接下来都听自己的安排 他让徐天去石榴屋坐船 从水路去县城 再坐火车赶往上海 而自己留下来和机动队谈判 你不能死 可张医生告诉他 我老婆美兰啊 已经让我顺走了 所以我闲人一刻 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 走一步算一步 总会有活路 就在这时 徐天想到了一个主意 用马天放荡做盾牌 去外面开机动队的车走 为了以防万一 张医生拿出珍藏的盔甲 和徐天全副武装 因为他要马天放荡做盾牌 去外面开机动队的车走 就在这时 忽然警长赶过来劝家 张医 这有意思吗 我担多大事 你回来干嘛 小伙子枪放下 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 马天放死了 你们俩都得死 对 胡老师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跟谁说话呢 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因马天放而起 外面的机动队 也只是听命行事 只要马天放死了 那他们所有人都不会有事 机动队在那边 怎么弄 怎么弄 我们冲出去 你开车 找个没人地方 把马天放删了 我和张医生走 小屁孩儿 我和你们一起 还有我开车 老胡啊 你叫我啥 老胡 帮人帮到底吗 我 我吃政府饭的 乡里乡亲友跟仙女 但是 我老婆 不是你放的吗 所以 她 不死 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眼见老胡被迫上了贼船 都冲着来拼了 全都不要活了 机动队听到命令开始攻击 张嘉义直接化身铁甲小宝 和机动队正面硬钢 现在忽兰也只能和他们一条道走到黑 随后徐天压着马天放慢慢走出房间 要挟机动队交出车辆 马长官 车是公家的 你放屁 我人也是公家的 随后一行人就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本应离开的刀美兰竟然又折返了回来 老婆 把头拿下来 就这样忽兰载着马天放和两个手下 还有张嘉义夫妇和徐天 离开了这里 在路上张嘉义在确认徐天身上的盔甲的位置后 一边将金条装在身上 一边对车上的警察说 两个兄弟 我们都是自家人 相里相亲的 以后给我几分薄面 之后把枪递给警察抱拳表示感谢 最后来到马天放身边取下头套 解开绳索 他恳求马天放可以饶了自己和妻子 至于徐天他不会再管 马天放开始宣泄自己的怒气 给 枪给你 打死我 再打死他们俩 再打死忽兰 你笑死我 再斗我一枪打死 随后他拍车示意忽兰停车 可忽兰却被刀美兰不惧危难 也要和张嘉义在一起的情感所感 我这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心正就能娶得到 怎么样算心正 做好人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 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拍拍拍 公家车拍坏了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马天放 这里是双唐 你要抓人我帮你抓 你弄激动对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 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夺子弹 你了不起 以后我在双唐 还有没有威信 马天放以为拿着枪就掌控了全局 他指挥忽兰把张嘉义夫妇带到县城受审 徐天跟自己去上海 张嘉义恳求马天放放过妻子 他愿意抗下所有罪责 听到这话的张嘉义所信心一合 直接抢过马天放的枪击飞了徐天 马天放彻底崩溃了 没想到徐天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在这里 而查看徐天情况的忽然发现了猫腻 原来这一切都是张嘉义的计谋 看着刀美兰恳切地望着自己时 他并没有选择拆穿 更是在马天放准备过来查看时 又在同样的位置捕了一枪 随后趁着马天放蹲下身查看 走到他身后随时准备灭孔 在马天放发现猫腻前 直接一脚把徐天踢下了山崖 他是欢眼里最惨的打工人 他奉上级命令追查共产党 一路跟着徐天 炸过当铺 挨过刀 甚至被人倒挂在半空 差点被割脖子放血 没想到眼看着任务就要完成 徐天竟然在自己面前被张嘉义杀了 这可把他气坏了 天底下你老婆最大人了 他当着宠妻狂磨张嘉义的面 直接给了他老婆两巴掌 虽然此刻心中怒意抛天 但是张嘉义忍下了 因为他还得顾及徐天 天黑后他返回原地 把山下的徐天带了回去 在刀美兰的帮助下帮徐天处理了伤口 后半夜 徐天醒了过来 刀美兰陪他聊天 张嘉义也在此时醒了 得知了两人聊的话题之后 他提醒徐天 随后夫妻二人起身跟徐天道别 随后两人坐上提前准备好的牛车离开 眼下徐天的事情过去了 可打在妻子脸上的巴掌过不去 另一边 苦逼打工人马天放孤身回上海复命 因为常年在外面出外情 门口的保安根本不认识他 经过搜身才让他进门 刚一进来 却发现这里没一个人和自己打招呼 随后他又来到领导办公室 马天放也不愿和他废话 直接敲响了房门 在看到领导不在后 他将一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在秘书身上 难的意思啊 马顾不在啊 不在叫我来汇报啊 跟我汇报呀 崔萍啊 我作为外勤出生入死 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 我回来还要搜身 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 站里边打情骂俏 喝茶看报聊天婚日子 我要是死在外边呢 是不是也白死了 可秘书听完却是不以为意 随手拿出镜子补装 马天放决定明天再来找领导汇报 秘书告诉他明天领导也不在 徐天死了 先断了 还有呢 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 炸当铺坐牢跳火车 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 腿上一刀 头上好几个大包 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 差点当场割喉放血 放下来之后 当人肉盾牌挡子弹 枪里打出来的子弹 像冰雹一样 从我身边擦过去 晓得了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你见过子弹 不是吧 我你都没见过 马天放的怒吼把秘书吓了一跳 他淡定地拿出手枪 你们外情不严 总归脾气都不大好 但是现断了 随后警告马天放 徐天这件事由自己全权负责 让他冷静一点 随后为了安抚马天放的情绪 请他晚上去松赫楼吃饭 一想到自己在外面出生入死 回来还要被人恶心 马天放都要气炸了 他是欢眼里最有种的男人 因为老婆被人打了 他一路追杀别人从浙江到上海 他先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陶陶 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 陶陶知道他来找自己肯定有事相求 张嘉义也不多说 直接打起了感情牌 吃上了带有家乡口味的面条 张嘉义开始说明来由 得知对方只是来要账的 陶陶大松了一口气 陶陶迅速给出了几个方案 听到这话的陶陶掉头就走 可还没走紧 他又折返了回来 得知对方只是打了三个耳光 他苦口婆心的劝张嘉义 可当他听张嘉义说是他老婆被打时 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 张嘉义也不想为难他 帮自己搞一把枪 再打听到马天放的位置 跟李清找到人 就光这两个 就这两个 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 咱们俩不是搭档 早就不是搭档 我现在是个生意人 我的窗户 外边就是黄埔江 外滩 明白吗 很快陶陶就带了把枪过来 并告诉他马天放在特务办事处 你这个 闯哪里都不管你 这把枪是古董枪 知道吗 陶陶你什么意思 兄弟一场 我劝你不要搞了 人家是特务 鸡蛋 碰石头 小刀 眼见张嘉义非要自己去送死 送贺楼啊 哪一家 哪一家我带你去 我欠你的 走走走走 走什么走 天还没有黑呢 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 那个人晚上 他要去松克楼吃饭的 那就是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 对吧 你换个屁呀 这把古董枪 只一条小黄鱼 你知道吧 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 给你当何事佬 替你去要债 当天晚上他们借着送礼的名义 接近了马天放的领导崔鼓掌 怎么可能呢 利夫先生手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鼓掌呢 这位先生是 我给严先生管事 幸会 幸会 随后陶桃拿出精心准备的古董枪 过去都是红颜配宝刀 现在是美女配宝枪 眼见崔鼓掌收的东西 陶桃赶紧说明来意 张先生呢 和您的一个手下叫马天放的 一些过激 崔鼓掌当即表示自己可以解决 马天放就在隔壁 闲话一句 有没有想过你的网恋对象是个照片 徐天怎么都不会想到 心心念念的未婚妻 竟然是国民党特务假冒的 他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上海 没想到刚到这里 就被当地的小开篇了 男人看着徐天的手上 断定他肯定是来寻仇的 随后徐天来到老孙之前主妇的旅店住下 当得知这里最大的房间 一块钱可以住一个月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第二天 他找到未婚妻家 这一次他学聪明了 并没有直接敲门进去 而是绕到了后门 车夫看着徐天地来的一块银员 表示自己到边上的银行破开了找给他 他坐在车边等待车夫 就在这时 他的未婚妻竟然走了过来 看啥 拉车走了 就这样他被当成了车夫 拉着女人在街上乱跑 你叫什么名字 贾若兰 直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之前为什么张嘉义会说 照片和信件上字迹不一样 原来眼前的杨芷是假的 一年前杨芷一家被国民党为捕 杨芷父母当场被杀 他们发现杨芷一直和徐天有信件网络 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找人顶替杨芷 继续和徐天通信 杨芷就此变成抄写信件的工具 而在一次次信件交流中 贾若兰慢慢爱上了徐天 在当他得知徐天死讯后悲痛欲绝 于是就出现了 他坐在徐天的车上散心了一幕 得知真相的徐天并没有爆发 他想要从贾若兰身上寻找到杨芷的线索 当天晚上 他一路跟踪贾若兰来到了松鹤楼 可他衣着朴素又没预约 被门童拒之门外 他来到后门 假装搬运工混了进去 随后他假装房客来到楼上 因为老婆被人打了 他一路追杀别人从浙江到上海 他找到当地有权势的朋友 借着送礼的名义 接近了马天放的领导崔鼓掌 收了礼的崔鼓掌 逼迫马天放来给张嘉义道歉 是你啊 喂 可通 滔滔劝张嘉义冷静一点 只要不杀人什么要求都可以 张先生什么来的了 利夫先生知道吧 来头够不够啊 马天放乖乖磕头 就在这时 假装房客的徐天 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好在张嘉义及时赶到救了徐天 谁 师姑长 你来这儿做啥 什么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找杨纸 你说的对 人是假的 信也是假的 那跟我没关系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上马天放啊 那跟我没关系 听到动静的马天放赶了过来 张嘉义抬手就是一枪 张嘉义 你要害死我一年 马天放边跑边喊 张嘉义紧随其后继续射杀 没想到意外中了一枪 陶陶赶紧出来解围 都是自己人 张嘉义你带着什么人呀 我是年齐山先生的 眼见特务还要开枪 徐天也大喊着走了出来 杨纸 杨纸在哪里杨纸 杨纸在哪里杨纸 眼见场面混乱 特务赶紧护送女人离开 徐天当想追上去 就看到马天放和张嘉义打在一起 他直接一刀捅了过去 没想到被马天放反手一推 撞晕了过去 马天放挣扎着想要逃离 张嘉义又追了上来 两人一起从楼上摔了下去 马天放死死掐住张嘉义脖子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张嘉义抬枪击穿了马天放喉管 终于报了乳气之仇 随后一群客户赶了过来 还好徐天在上面接应 两人搀扶着来到二楼 就在他们进退两难时 贾若兰开车赶了过来 他们一路逃回了旅店 而地上的血迹 则是被旅店老板擦掉 第二天一早贾若兰要出去吃西餐 一心想要杨指下落的 徐天决定跟他一起去 随后两人就离开了这里 而在他们走后 张嘉义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出了门 为了掩护徐天 他故意击晕了多名特务 很快他就被团团围住 随后就被带到了特务处 他是民国时期的恋爱 可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19岁时他从安徽被带到上海 让他假扮杨指给徐天写信 并要求他每一个字都要像真的杨指一样用心 甚至在把徐天引到上海后 还需要和对方结婚生子 继而利用徐天 一步步将他背后的共产党勾引出来 可在和徐天一年多的信件往来中 他渐渐带入了杨指的身份 爱上了那个自己从未谋面的男人 在得知徐天死讯时他悲痛欲绝 后来在确认徐天并没死后 他那颗禁止的心再次跳动起来 他背叛了国民党强行救走徐天 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就坐在身边 此刻他认定自己就是杨指 他是要和徐天过一辈子的命 你忘了他吗 反正也没见过 跟我回安徽 干什么去 我们在一起 可在徐天心中他什么都不是 以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 他唯一的作用 就是带徐天见到真的杨指 带我去找他 能不然我现在就杀了 徐天的决绝让他失望 贾若兰心中无数次幻想的初恋 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破灭 巨大的痛苦让他难以承受 所以他准备割脉结束这一切 看着徐天抱着自己来到医院时 焦急的模样 他顾不得伤势 目不转睛地盯着徐天 而在医生帮他包扎伤口时 他依然翻身下了床 联系了家里的特务 此刻的他已经疯魔 竟然不能和徐天在一起 他想要和徐天殉情 没想到一向被自己当亲生母亲的六婶 竟然想杀他灭口 遭到亲情爱情双重背叛的他 紧闭双眼想要快点结束这一切 就在这时徐天闯了进来 他死死挡在贾若兰面前 因为上级命令要留徐天活口 六婶不敢贸然开枪 小子老别挡着 过来 没想到徐天 用之前一块钱买的招式杀了六婶 之后他让贾若兰带自己去找杨志 贾若兰缓缓捡起手枪向着徐天走 随后举枪对着徐天 就是死你得先带我去找他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死了 我都能查他去 贾若兰受到刺激准备自杀 巨大的枪声引来了特务 可在他们赶到前 两人早已离去 贾若兰带着徐天来到囚禁杨志的教堂 两人从未见过面 可徐天还是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杨志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吐槽一句 既然可以一眼认出杨志 为什么开始在火车上照片被抢时 他非得去要回来 如果不掺和其中 老孙等人是不是就不会死 另一边 坐在楼下的贾若兰心如死灰 看着六叔带着特务找到这里 他赶紧开枪给徐天示茧 巨大的枪声让现场陷入混乱 徐天和杨志也在人群中被冲散 贾若兰拖着重伤的身体 艰难地爬上楼 他想要帮助徐天逃离这里 就在他寻找徐天时 被六叔一枪击穿腹部 可他的眼里只有徐天 只想在死前再看对方一眼 眼见徐天马上就要被特务发现 他主动暴露自己 就在六叔准备杀掉贾若兰时 徐天及时赶到救了他 随后两人赶紧跳上了车 一场生死追击在上海滩街头展开 最后徐天躲进巷子里 暂时逃过一劫 眼见贾若兰流血不止 徐天想带他去医院 不能去 六叔本是他 我哪里也去不了 从昨天上我遇到你 好时光就没了 越来越不好 你将这好事给我听你 要与他无关的 徐天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 里面是他们所有的信件和照片 这是唯一和杨纸无关的事情 也是他在世间听到的最后一件好事 之后他骗徐天去给自己打碗水喝 看着徐天离去的背影 他缓缓移动座位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 用力拧动钥匙 义无反顾地踩下了油门 这一刻他就是他自己 他叫贾若兰 他不是杨纸 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 他只是生错在这个混乱不堪的 电视剧欢言终于要迎来大结局 被吐槽了十几级的男主徐天 也在这一级站了起来 他主动向特务投资六叔宣战 六叔也是毫不示弱 并且表示 如果两天之内徐天不出现 那杨纸和张嘉义他俩都得死 晚上徐天回到旅店 就看到张嘉义的好友淘淘在等自己 徐天主动表明太独 随后起身就要走 可他虽然嘴硬 但还是放心不下兄弟 不 你就不劝劝我吗 我这人可不禁劝 你要劝劝我 我就留下来帮你 我心情很不好 要走走 不走 不是你们这号人 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这个世界盈盈狗狗 本来就没有什么监督 彻底推翻 重新开始 我才有监督 最终淘淘答应了徐天 把他带到自己的秘密仓库 把自己看家的宝贝都拿了出来 这东西在上海啊 叫格林快晃 在美国呢 他们都是架在把车上打开 手摇 银发 这一扎子弹啊 压进去 要半天时间 打的时候呢 半分钟就打完 随后淘淘询问 徐天接下来什么安排 嗯 挡掉科 住户办事处 跟张嘉宜一样 昨天他拿着把火药箱 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 此时的徐天早已不是那青涩的少年 张医生说 你手巧 什么东西都会做 做什么呀 我想想 还想什么呀 想想后果 心里就会有数 第二天两人找到了崔谷掌 当着屋里几人的面 做了三个定时炸弹 其中一颗更是直接放进崔谷掌的包里 要拿好 别离我太远 并且用绳子连接在手上 随后他就带着炸弹 前往崔谷掌的办公室 而留下来的陶涛则是吩咐崔谷掌的表弟 让他把信送到杨指手里 在确认杨指安全后 让杨指打电话到崔谷掌的办公室 十分钟之内 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 要是不响的话 那就 砰 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很快徐天就赶到了特务站 他分别把炸弹放在各个重要位置 随后就在崔谷掌的办公室等待电话 很快表弟就把信送到了六叔首领 徐天说了 电话打不过去 我表姐炸成肉酱 眼看时间就要到了 徐天直接拉开炸弹保险栓 电话不来炸死你 好在此时电话响了起来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别废话 叫杨指讲电话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 他死我也死了呀 你去脑子里没有上次的狗东西 迫于压力六叔把电话交给了杨指 事情最伟大了 杨指 蛋蛋糕想吃吗 想 今天你先问就好了 我给你买 随后他就让杨指把电话给六叔 徐天讲什么呀 没蛋糕 对我这么客气 没我的 等着我马上过去 看时间 过了九点零五分 熟悉你耳朵听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 但是我跟你说 九点二十之前 给杨指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 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 要不然第二个家再回家 知道徐天不是吓唬自己 他赶紧吩咐手下去买蛋糕 老家 给我带碗面 你先露拐角 喝杯口味的 与此同时 崔谷长的手下担心 他安危疯狂敲门 徐天将他带到门口 并且把他手上的绳子 绑在了门把手上 二个炸弹是不是在我宝里 徐天为了救出 被六叔抓住的张家义和杨指 他决定背水一战 约六叔在特务站见面 为了以防万一 他提前安排 逃逃在对面楼 驾起加特林随时待命 很快六叔就赶到了这里 面对来势汹汹的六叔 徐天却是毫不在意 就在这时 第二颗炸弹被引爆 还有炸弹吗 有啊 徐天威胁六叔赶紧放人 不然第三颗炸弹 三分钟之内就会爆炸 六叔只能被迫放了人 但他也让手下在后面危险 还有炸弹 徐天缓缓举起手中炸弹 与此同时 对面的陶桃也是火力全开 徐天也趁此机会迅速撤离 没想到不胜将 和共产党街头的半块向其掉楼 六叔刚想追上去 就被陶桃的第二轮炮火劝退 眼见徐天成功逃脱 陶桃也赶紧离开现场 客户们刚想出去追击 没想到第三颗炸弹突然引爆 工程身退的徐天潇洒转身 可还没走出多远 他就发现口袋里的象棋掉 徐天只能再次回到现场寻找 疯了你 好了还能回来 来人呢 徐天在这儿 轻松解决掉特务后 他淡定地捡起象棋转身离去 可没想到 崔骨掌突然出现 农格的小偷 本次大到天上起了 现在还有话讲吗 徐天拼命反抗 可对方人数众多 他被死死按在地上 答应我一件事情 不要也要之知道 我死了 你当我是谁呀 你脑子坏掉了 我偏要打卡就能死 再让六叔弄死他 最后就带着徐天去找六叔会合 可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突然从侧面冲出 徐天等人瞬间被撞飞 随后出现几个人 将车上的特务全部击毙 来人正是共产党的街头人 也是徐天住的旅店老板 在确认了街头信物之后 他们赶紧带着徐天离开现场 而另一边 张嘉义也被特务抓住 好在涛涛及时赶到 可谁知下一秒 陶涛就被人抵住脑袋 奈何对方人数众多 他俩还是被抓了起来 不过共产党也在此时赶到 就下了两人 就在此时 六叔挟持养旨 逼迫他们全部现身 一个宝洁大叔出现在六叔身后 六叔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会死在一个宝洁手里 解决完六叔后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因为此时外面 正有大批特务冲进来 对这里进行避坛式的搜索 可特务怎么都不会想到 张嘉义等人会躲在衣柜后面的家层 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跟你走 你我 没来 三个人 那成什么 四个 还不这样 把你跟我二在一起养就完了 而另一边 杨指已靠在徐天背上 别动 让我再享受一会儿 尽管白天这里死了那么多人 但对于整个上海滩来说 都不算什么大事 那些生生死死 并不会打扰这里的醉生梦死 等到一切平静之后 几人趁机从后门撤离 徐天的送金条之路顺利结束 紧握着杨指的手 一路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 他提出想和张嘉义和陶桃和张宁 而在拍照时 徐天在中间又加了三张椅子 至于这空着的三个位置 你觉得会是谁 有一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